别人有可能他用的那一个是错的 或者是他是要误导视听 桌游设计工作方的学员们将课程中学习到的媒体素养与媒体禁用概念 设计成好玩的桌游并且进行最后的试玩与修正 中佳宽评与国立台湾示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今年再度合作开办桌游设计工作方 参加的学员来自各领域 对于能够亲自设计桌游都觉得是难得的学习经验 未来也将把设计完成的桌游推广给更多的民众 我的话是四大科技系的硕士班二年级 然后会想来参加这个工作方式 因为首先我觉得游戏作为一个教学的媒材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本身可能是有在做一些老人相关 长辈相关的活动 然后这是发现说如果可以带到一些新闻媒体试读 等等的元素的话 会非常的有效果或是有帮助 那就是想来这次的工作方式学习 怎么样把这样的概念做成游戏 然后可能以后可以做成教具 去和长辈们玩这样 开始的课程 秉宏老师就有帮我们很完整的介绍了 就是媒体试读最重要的一些概念 然后就是又提到像 因为我们这一组做的是公用频道的游戏 那就是媒体经用权和公用频道等等的一些现况 都有介绍到 然后算是帮我原本就是蛮薄弱的一些 就是媒体素养就是强化了蛮多的 然后在游戏设计的过程中就是 桌游老师也有就是教我们很多游戏设计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也有一次一次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修改的更好 主要来说我们就是桌游工作方式想说可以广邀就是各界的人 然后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透过学习如何制作桌游 然后可以借由这个方式来顺便了解说媒体素养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这次有分成两个桌游 一个是关于假新闻的 然后一个是关于媒体经用权跟公用频道的 那主要来说就是我们有总共邀了有国中小老师 然后大专院校研究生还有在地的团体的志工这样子 对那最主要就是还是说回到要让大家了解媒体素养 然后制作媒体素养相关的作用来 藉由这种方式来推广 让大家可以推广下去这样子 我们这次工作方主要有11堂课 主要的话我们会希望每一个成员就是去跟他身旁的好友 那有一些是老师嘛他可能拿去给他的学生啊 国中小的学生玩 那有些可能是拿去给身边的同学 或者是说你有参加一些社团协会团体 我们可以带去给这些团体玩这样子 然后透过游玩这个媒体素养的左右方式来了解说 假新闻如何辨别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如何保护我们的媒体经用权 可以去如何使用我们的媒体经用权去使用公用频道这样子 课程中除了邀请台师大大传所陈炳红教授 带领学员辨别假新闻的传播 以及认识公用频道媒体经用权 同时也安排专业讲师 引导学员掌握桌游设计要领 让游戏寓教于乐 这几次工作方下有点类似是带一个游戏需要注重的特点 比如说它的特色是它的游戏性能包含哪些 然后它的平衡性要怎么样去调整 那以及说其实我们是在学习用游戏的方式来传达一个讯息 它跟写作的概念差不多 你看那不会每个人写出来的文章都会相同 所以其实我这这中间比较不会直接跟他们讲说 什么东西必须要怎么做 就是让他们自己发想说他们自己想传达的概念是什么 他们在设计游戏里面也是在想说 我怎么样考验玩家的技能挑战 例如说有一组它做出来的游戏是让你可以观察图片 跟一些简单的线索 然后你可以看图说故事的概念 你可以去查出说 这里面这个新闻可能在讲哪件事情 然后我们如果是记者的话 我们这样写会不会算过度推论 最后要揭晓答案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有些上面根本就没提到 是我自己乱掰的 那这部分可能就要扣分 那其实我们是透过在学习当一名记者下标题的方式 那我们同时也理解说 为什么有些标题必须要下得比较中立 或者是好像是我在猜测 就后面加个问号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就是我们在模仿或是同理 学习记者的标题制作过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慢慢了解说 原来有些新闻它的标题 可能我们忽略了什么 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式来学习说 我们下次看到新的媒体标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解读 经营的部分其实是 普通民众比较难以接触到的部分 所以它有点类似是 他们的设计方式 由玩家扮演一个自媒体的经营者 那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 可能会被 我们就网路用语都被阻掉 就是它的触及率突然被这样极低 那或者是它在网路上就消失了 那在经营前上面 我们就可以进到公用频道 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讯息 有在这边发出来 有被听见 有让其他人可以接收到 所以它在游戏设计上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普通的频道来发布讯息 但也可以选择我们要进入公用频道 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说 让大家可以认识 原来我们有一个CH03这样的概念 今年度工作坊设计的两款桌游游戏 下载连接将公布在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脸书粉砖 欢迎一般民众或学校团体线上申请 透过玩游戏 学习媒体素养与媒体禁用的概念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